欢迎收听长篇有声小说《退伍了》第28集 腊月29,赵卫不敢再有什么怠慢 揣了释放证就直奔黑山镇派出所 为了避开熟人,他特意一大早就包了台出租车 派出所值班的就只有一个小警察 小警察看到赵卫进来就问道 同志你找谁?赵卫的 我是刑满示范人员赵卫,过来报个道 小警察一听说是赵卫心里咯噔了一下 紧张地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穿着件旧军大衣 跟自己一般大的小平头 关于赵卫及五兄弟的故事 小警察来黑山镇后没少听人谈起 依他的想象 赵卫一定得有黑社会老大的派头 就是虎落平阳没办法八面威风了 脸上起码还得留下几道刀疤 可是眼前这个矮小的男人 除了眼神有点凶狠外 怎么也看不出来像个黑社会的干架 小警察好不容易定下神来说道 把释放证交给我吧 先回家过年,月底还要过来一次 赵卫懒得讲话 小警察接着一通政策讲解和思想教导 胡外乎就是要好好做人 不要再干违法的事之类的 讲得头头是道 非常投入 赵卫很不耐烦的听完了教导 起身掏出释放证 递给小警察 谢谢 帮我向老所长问个好 就说我赵卫无比想念他 小警察不置可否 不确定赵卫这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就一脸茫然的接过释放证 赵卫转身要走 小警察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你不会是到现在还没回家吧 你家人到处在找你 赵卫愣了一下 想了想回头说 麻烦你们帮人包到底 通知我家里一下 就说我来过派出所了 过得很好 叫他们不用着急 小警察还想说点什么 可是赵卫已经走远了 这个春节 赵卫把自己关在湖畔花园 住宰小区正对面的一家小旅馆里 一刻也没有离开 他在等善老板回家 他在计划着十万块钱 该如何来投资做生意 周飞盘算着向小仙女发起冲锋 但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如何才能闭人耳目 周飞认定了 小仙女才是自己的一切 这种感觉无比美妙 口若悬合的周飞 也无法把这种感觉 精准地描述出来 如果飞要给一个交代 那就是小仙女 给了她不是初恋 却胜似初恋的感觉 周飞再也没有把 小仙女跟自己的初恋情人 秦方对照 更没有拿她去跟樊静对照 樊静只是她人生中 一个走马观花的看客 周飞已经彻底忘记了她 日子飞快 转眼到了夏天 算起来周飞进拓帮 就快满一年了 小仙女依旧没心没肺的 整天都有些男员工 像嗡嗡叫的苍蝇一般 盘旋在她身边 这其中就包括周飞手下的 员工张小龙 令周飞欣慰的是 她从来没有听到过 小仙女的绯闻 更没有见过她跟谁出去过 不久后 一个车间的主管 被竞争对手挖角 生产部经理 历见周飞补缺 公司组织人 私下里对周飞 进行了三天民意调查 一周后 上面下达了任命 周飞措手不及 她对车间管理 已经有些厌倦了 觉得那点事太简单了 而且一直要对内 周飞向往的是一些 有挑战性的工作 最好能有机会 多与社会接触 学一些交际能力 就在那个主管走前几天 人力资源中心 要增加一个 专门做教育训练 和企业文化的助理 消息是扣文透露的 她找了周飞 叫周飞找兼任 人力资源中心经理的 蓝小姐说说 她自己也在上面 帮周飞推荐一下 当时周飞没当一回事 虽然这个工作 对她来讲 有相当的挑战性 而且跟外面社会 接触的机会也多 但是去给扣文当助手 她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而且叫她找人说情 比让她跟小仙女表白还难 当场就回绝了 任命书一下 周飞有点急了 她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不能再等了 车间找周飞请客的组长们 看到她黑个脸 都私下里骂 妈的 还没上任 就装得跟个大爷似的 对于周飞的晋升 刘副总本来不同意 她觉得周飞还是欠锻炼 而且对于员工成长 她有她的一套计划 后来看到生产部经理 求贤若渴的样子 再加上民调显示 周飞很受同事们的爱戴 就勉强点了头 并强调 先代理三个月 以观后效 工资也不要做调整 周飞好不容易 说服了生产部经理 然后又去找了蓝小姐 希望调到 人力资源中心当助理 蓝小姐很诧异 也很高兴周飞能够再次 到她手下共事 但她不敢定夺 就打电话给台湾的刘副总 刘副总了解情况后 一口就答应了 还在电话那头说 这小子 头脑还是蛮清醒的 我没看错他 本来 刘副总准备下次来大陆 就把周飞调到 人力资源中心的 还怕周飞有情绪 这下她自己要求了 就顺水推舟 做了个人情 周飞就高高兴兴地 到了人力资源中心报道 这时候 灵验才开始 有点关注周飞 听到同事们议论 她也觉得 这样的事 有点不可思议 如果这个人不是疯了 就是太有个性了 周飞进了办公室 着实兴奋了几天 她觉得 做办公室 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 大小也算是个白领 整天跟文字打交道 而且还能有机会出差 当天晚上 周飞就给老爸老妈 打了个电话 二老也是高兴地 手舞足蹈 后来有人问他们 你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呀 他们就会自豪地说 我儿子呀 做办公室 兴奋劲一过 周飞就陷入了 尴尬的境地 因为公司是电脑办公 除了签名外 所有文件 都是用电脑来完成的 周飞对电脑一窍不通 当年在学校时 只学了bicycle语言基础 而且 这个省重点职业学校 只有十来台286电脑 学校当作国宝一样 校长夫人亲自镇守机房 除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一周能有一次上机的机会外 其他专业的学生 几乎连电脑都没看过 更别说上机操作了 周飞写的一手好钢笔字 第一次兴冲冲 拿了一个手写的工作资料 给总经理签字 满心希望他能够称赞几句 结果总经理拿过去看都没看 就丢给了周飞 打印出来 如果自己不会打 就让你的主管帮你 周飞听得出来 总经理的语气不对 突然感到无比大的压力 为了打印资料 周飞请了好几次课 代价无比惨重 他不愿在每次都说好话求人 就决心在一个月内 学会电脑操作 扣文教了周飞简单的 开关机和收发电子邮件 其他办公软件 就要先学会打字了 周飞的拼音又不行 只有苦背自根练无比 那段时间周飞是真下了功夫 做梦都在背自根 晚上两三点钟才回宿舍 早上提前两个小时到办公室 公司规定晚上下班后 办公室是不允许开灯的 周飞就黑灯下火的 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守着一台电脑穴 有一天早上六点 清洁工提前到办公室 打扫卫生 周飞躲在一排电脑后面 突然一抬头 把那个清洁工吓得一声尖叫 丢了扫数就跑 人的成长和进步 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 刚开始 看到同事们运指如飞 周飞把电脑这个玩意儿 当做了尖端科技 总认为自己穷齐一辈子 恐怕也学不会 没想到十天一过 就有点得心应手了 虽然打字慢点 效率低点 但也基本上可以应付 平常的工作 那时候他还在想 自己如果早十年这么努力 早就上大学了 光宗要阻了 就在周飞调到办公室的那段时间 另外一个男人 胡亮正准备着回家结婚 那时候 一枝花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本来胡亮还想着 两个人就在这家工厂里 打几年的工 把小孩生起来 有了钱以后 再回家办手续 但是已经容不得他们 一枝花并没有追逐他 是胡亮自己混不下去的 工厂里有几个 来自同一个地方 五校毕业的保安 与外面的黑社会勾结 坚守自盗 把厂里的许多贵重物品 偷出去卖 胡亮并没有参与 但作为保安队长的他 难辞其咎 老板娘发火要炒了胡亮 胡亮暗中调查 然后派出所的人过来 抓走了两个保安 没被抓的几个保安 就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与胡亮发生了冲突 保安加上他们的老乡 总共十多个人 把胡亮给痛殴了一顿 胡亮下手也中 将其中的三个打成重伤 被派出所关了三天 出来后 老板给了胡亮两千块钱 就算把他给打发了 后来 胡亮被调去做了总务 但那些被炒掉的保安 和那些黑社会混混 却不肯罢休 整天骑着摩托车 在工厂外面转悠 扬言要挑了胡亮的脚筋 胡亮倒是不怎么怕 胆大的一枝花 劝了几次也没再管 直到有一天 一枝花晚上出去买宵夜 被人在后面跟上来 按在地上踢了几脚 才眼泪汪汪的跪在地上 求暴跳如雷 要出去拼命的胡亮 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他肚子里的孩子考虑 胡亮辗转打听到了周飞的工厂地址 就跟一枝花拖着行李来找他告别 周飞见到胡亮和一枝花 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两个曾经受伤的大男人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一枝花站在一旁 又是傻笑 又是抹眼泪 胡亮找周飞借了五百块钱 说是要给自己的老丈人买部手机 自己口袋里的钱又不够 周飞就觉得 一个穷困潦倒的女婿 肯花两千多块钱 给自己的丈人买礼物 这个丈人 就是花钢岩石头脑袋 也应该被感动了 善老板本不想李朝魏的 江小白当面汇报的时候 他嘴里的一口 洞顶龙颈全喷了出来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屑一顾地道 这条土狗 还真把自己当狼犬了 江小白说道 老大 要不要废了他 善老板说 主事要动动脑子 现在是风口浪尖 不要打狗不成 惹了一身骚 江小白说道 他天天在门口盯着 我怕他急了会咬人 不用怕 他找不到我的 找到我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就跟他耗着 你帮我看好了我儿子就行 千万不要动这条疯狗 善老板太低估了特勤兵赵魏 他服役的时候 可是优秀的武术教员 要不是文化底子薄点 搞不好已经成为了一名特勤兵教官 跟踪 侦查的技能 对付老百姓 还是绰绰有余的 赵魏在湖畔花园 守到正月十五以后 就感觉 老奸巨华的善老板 一定是在有意地躲避自己 那辆熟悉的三菱车 也是遍寻不见 赵魏的口袋里 还有几百块钱 即使不吃不喝 也只能够住半个月的旅馆了 必须得主动出击 否则只有坐吃等死 这中间 赵魏找到过善老板一次 是在一家新开的夜总会里 赵魏透过包房门上的窗户 看到了善老板 当时就到抽一口冷气 里面骑马有十几个人 其中有一半他面熟 那些都是在天江道上混的 大哥级人物 没有看到江小白 也许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资格 参加这种规格的聚会 赵魏胆子再大 也不敢单枪匹马闯进去 就偷偷地退到停车场 躲在暗处 准备跟踪善老板的行踪 如果能找到他落单的机会 就更好了 凌晨两点多 一群人东倒西歪地上了几部豪华车 善老板在几个标形大汉的簇拥下 坐上了一辆崭新的别克商务车 独自朝黑山镇方向开去 三月份 满山遍野都是封开的油菜花 和发情的密封 又是一个收获的好年景 赵魏下车后 站在乡间的土路上 徘徊了好久 一个星期前 善老板叫江小白给赵魏送来了五千块钱 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妥协 也许仅仅是良心发现吧 五千块钱离赵魏的期望值相差太远 他已经主动调整了价码 直接让江小白带话给善老板 只要五万块钱就行了 如果善老板最后能给三万块 他都决定就此罢手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赵魏清楚 如果跟善老板来应的最好的下场 也是两败俱伤 可是五千块钱就把自己打翻了 也太便宜他了 赵魏决定赴汤导火 也要去找现在 常年盘踞在矿业公司的善老板 亲自面谈 才半年多的时间 善老板的矿业公司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栋漂亮的欧式风格的三层办公楼拔地而起 院子里全部做了绿化 质子花和机关花一红一白相得一张 银色的玻璃木墙在明媚的阳光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到处都挂着安全生产的警示标语 最醒目的就是那个悬挂在办公大楼上面 足有二十米长的横幅 大干快干一百天 确保林氏顾以最好的成绩迎接省市领导的考察 一派歌舞升平 欣欣向荣的景象 赵魏站在门口看着这陌生的一切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转身上了自己租来的面包车 将那把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塞在后排座椅下的匕首 又重新噎进了怀里 本来在车上的时候他就很矛盾 性善的手段他是领教过的 以善老板吃硬不吃软的德性 如果自己服软很有可能会被他侮辱 倘若逞一时之快再斗狠 到头来自己还是要吃归 赵魏在苦苦思索 怎样才能既达到自己的目的 又不能失了尊严 善老板坐在诺大的办公室里 冷冷地看着走进来的赵魏 一副成竹在胸的坦然 他在等赵魏 他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无论如何逃避不了要面对 这个优秀企业家瘦了很多 比起半年前仿佛苍老了十多岁 眼里的寒光也模糊了不少 只是脖子上那道醒目的刀疤 仍旧那么猙獰 善老板一直没有起身 仿佛这个突然而至的对手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赵魏也在愁愁 他在考虑如何开口 来之前 他设想了很多种善老板的反应 就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冷静 他希望善老板见到他暴跳如雷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什么都不用顾忌 长篇有声小说 退伍了 第28集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下一集 我看你 你不会有什么事 不要自然老板 我不保护你 你会知道